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天里面涨了216点 收在14739点的一个位置 我们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大概有两个主题我要探讨 第一个主题是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你如果不能够去改变输家的命运 你就会永远永远 用失败当做一个借口 用过去当做一个借口 为什么会这样 我等一下里面来讲的话 会借助这一份报告 在最近里面大家应该知道 陆行之先生很喜欢蹭台积电的一些新闻 台积电到美国设厂 他也一堆话 譬如说你的毛利会怎么样 你怎么样怎么样 我当时候就讲了 这有什么好问的 你有本事问我们台湾的美国爸爸 我们台湾本来来讲的话 就是必须要去遵守美国爸爸的一些的规定 我们是小国 中国大陆是我们最大的出口贸易国 那就是我们的兄弟 日本就是我们的哥们 我们本来就是每一个国家都要很好 所以我才会说在当时候的陆行之 一直在蹭台积电的消息的时候 蹭就是意思就是说台积电有消息出来 他就要发表一些文章 怎样 不然的话你叫美国不要让我们台积电 去做设厂 我们多开心 拍拍手放烟火 做不到事情多讲又何用 那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陆行之先生就说 明年的股价无稽之谈开始了 最糟的情况会过去 你在说什么 我就跟他讲说 大家有时候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要自己有一颗钢铁心 你太懒惰 你就会陷入别人的一个陷阱 在这个过程太过贪婪 你也会陷入别人来讲话 故意的就比如说在财经媒体上面的 一些的一个报纸上面的陷阱 你只有用一颗钢铁心 钢铁心就是什么 你非常的强力的知道 一些的公司上面来讲 它的未来 用专业的眼光来辅助你的钢铁心 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去面对初生段涨多 它一定会震荡 一定可能有所修正 再来去迎接明年的主生段 我有没有改变我的说法 我没有改变过 所以这个份报告我们等一下会来谈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在今天大涨了216点 原因是什么 原因你是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新台币今天狂升 狂升了1.5角 我就跟大家讲说 基本上而言 新台币这边 它的升大概就是30到30.5 你也不要认为它会升很多 扁也不会扁太多 大概就是31 31.5 它就变成一个区间 它一个区间 但是这样的一个区间 它会造就出来 被动型的基金的外资 它不会去主控 我们台北股市短期 它不会去主控它的多与空 它会以内支的市场上面 来主控它的多与空 明天里面就要去观察 因为美国CPI的一个指数 来到了7.1% 我就跟大家讲 你不要想得很复杂 很多的投资朋友 因为你本身不是学经济 不是学商的 你对整个CPI 或是核心物价指数 你的计算方式 你不是很懂 我就跟大家讲过说 一件事情很简单 你就是去看油价 油价只要不是在一桶 90块美元以上 90块钱美元以上 你自己要知道通膨 消费力道会减少 它已经降到了80以下 你还在跟我讲通膨 我就说 那你就是拿老花眼来看 就像很多人 我就说 为什么很多人会失败 在股市里面 他永远都在找借口 都不会去检讨 自己放下了 什么样的一个错误 譬如说 18600点 我说你要守 你的资金的持股比例 不要超过三成 你不要超过五成 因为整个通货膨胀 会带来消费力道的 一个需求的减弱 可是你那时候只看到 18600 你只看到外资喊2万 我说外资喊了2万 一定会来吗 就像现在大家把 Michael Wilson当做一个神一样 我说Michael Wilson在没有空头之前 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东东 小摩的Michael Wilson 是一直到今年是空头 因为他从去年看空头 今年真的实现了 大家就把他当成神一样来膜拜 他就说明年的第一季 会跌破到S&P500 会跌到3000到3300 那因为3000到3300 大家就快吓死了 S&P5003000到3300 不就是破底 你敢保证他会来吗 你看这个图形上面 我说这个图形上面 你很难保证他会来 现在全市场上面99.9% 很多观众朋友在现在里面 在谈台湾股市 不要买 不要买 明年里面基本面很差 每个人都这么讲 18000点说 可以买可以买 台北股市上2万 我听太多了 所以我认为你自己要知道说 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99.9% 我说这个逻辑很简单 1月份 1月19号就是一般投资朋友 你最后一天上班 1月17号就是股市开盘的最后一天 就要开始封关 对不对 请问1月份工作天数几天 2月份工作天数几天 28天而已 2月份 美国调整库存在什么时候 固定在每年的第一季 你说第一季不好 这有什么好意外的 问题市场上面 99.9%都知道 然后你再等 拉回我才要买进 每个人都这么说 拉回我才要买 因为整个一个Michael Wilson 他说 第四月之前会跌到3000到3300 到年底之前会涨到多少 3900 也就这一段 怎么跌下去怎么上来 那这样子的话 那我就问大家 谁要卖给你 所以在最近成交量的萎缩就是这样 高的人想要高高卖 低的人想要低低买 然后我告诉你 市场上面永远是这样子 真的给你跌下来 涨多一定 我说涨多一定有修正跟回答 就像我在昨天说的 一折以洗 一折以优 洗的是什么 整个一个大盘 他在昨天的KT指标 已经来到了什么位的 接近超卖区 优的是什么 我们在之前告诉大家的 健健康康 中国大陆十项原则 有四条跟药有关系 缺药的部分 很多个股的制药个股 只要是低价的全部大涨 我就跟大家讲过 我说你能够确定 这家公司跟中国大陆的业务 有多少吗 谁规定中国大陆里面来讲话 一定要买我们台湾的药 他不能够买别的国家 不能够买日本的吗 不能够买其他国家的吗 而且制药个股 学民药 什么叫学民药 就是他已经过了专利期 他就把那些专利的配方改一改 他就变成学民药 还有仿生物药 还有原料药 这种制药个股 没有本益比很高的 因为大家都可以做 他并没有专利权 我说15倍的本益比 你就要注意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说 你不要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 大家在低档的时候 我们当时候在讲1752的南光 三十几块钱 还没有每一天飙涨停板 那你不买 那你要飙涨停 我就说50块钱以上 你不要算数方我的 你可以去追 你爱追你就去追 对不对 今年就是两块多 将近两块多 然后明年是四块多 那你自己要去追到54.6 收在51.4 这样好 而且我是在之前这一天就提醒大家 你不要追50块以上 你不要追50块以上 大家现在都会数涨停 一根涨停 两根涨停 三根涨停 四根涨停 数这涨停板有什么用 你要真真实实的赚到才是有用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 输家永远在找借口 我告诉大家 大盘如果真的在第一季 因为工作天数少 因为营收不好而拉回的时候 输家还是不敢买 为什么不敢买 跌了 我看还会不会更低 永远是这样 就像在当时候我跟大家讲说 我说在这一次里面来讲的 一万三千点 这个不大一样 为什么一万三千点不大一样 因为11月份升级的三码 他已经反应完 11月份升级三码 这个码数上面 我在当时候就跟他讲说 废的不是真的因 他说要缓升级 所以这应该就是低点 资金面永远领先基本面 我说整个一个空头市场 到所谓的一个多头市场的第一段 他一定告诉你是无稽之谈 现在的入行之才会说 无稽之谈 好好笑 我说好好笑的一个语言是 本来就是这样 本来就是这样 我提醒大家 现在里面的一个 做短线的投资朋友 我们回归到整个大盘 你如果是做极短线 上面而言 我跟Michael Wilson不一樣 他看會破底 我看未必會破底 因為資金面就告訴我 未必會破底 現在已經通貨膨脹 名只剩7.1% 你是要美國還要升息幾碼 而且我就跟大家講說 從美國的目標利率來看 明年裡面就算最硬的 看到6好了 現在都已經4點多了 你還要怎樣 不像今年是從0.25的0.5 升到所謂的一個4點多 所以在這個時間 台幣應該是一個區間整理 台股應該也是個量縮的區間整理 我們先來看看路行之講的 之前講了那麼多台積電的事情 然後現在就開始講 台積電在未來裡面來講話 修正的週期會很短 目前沒有烏雲就要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台積電明年第一季 因為今年太好了 它明年第一季會衰退 所以如果你在這個過程中 你要知道台積電如果不是 因為明年第一季 是要衰退工作天數太少 如果不是美國爸爸要求他到美國 去做設廠那麼多的折舊費用 台積電明年要因此而付出代價 在基本面上面 他的股價會跌到300多400多給你買 你瘋了嗎 陸先生你瘋了嗎 不可能嘛 他就是在反映你們現在在說的 明年他業績可能會衰退 但是他的衰退不是他的不好 而是今年太好 你看到11月份還在創歷史新高 而營收 但是歷經了明年之後 所有在國外的廠房 則就費用貪了該貪的貪 該付出的費用付出了 後年他的先進製成毛利會啪在往上 那你就這麼的短視嗎 一定要看這個 但是我要講的不是這個 我要講的是他這一個 他這一個部分我用紅色字畫出來 我是比較認同的 如果大家仔細去收看蜀方的股市全方位 是長期我的一些的觀眾朋友 你應該知道我在之前就告訴你 先疊的 先止疊 庫存他要去做調整有幾個 一個就是面板產業 一個就是記憶體的產業對不對 可是你面板的一個產業上面 你要會賺錢 你要先從驅動IC去做著墨 還記得這句話嗎 可是如果要以今年的獲利 跟明年的獲利來看 驅動IC很多 驅動IC有聯勇 驅動IC有天域 驅動IC有敦泰 驅動IC有細創 很多還有銳定這一類型 但是如果你在今年裡面來看 跟明年裡面來看 因為最早調整庫存的是在天域 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講過是在天域 所以天域在今年裡面來講 大概16 17 明年也是16 17 他不會衰退 因為為什麼 他有MIH 他可以有汽車 他可以有所謂的 彩色電子紙的訂單 所以他的訂單是多樣化 而且他根本就沒有什麼手機 他有電視 他也可以跨入到OLED 其他的聯勇 細創或是整個一個所謂銳定 只要你跟手機有關係的 你明年的獲利一定會衰退 但是你的本益比還是不高 你還是不高 所以在這種過程中面板 雖然他庫存調整進尾聲 但是他已經尾聲了 我認同 年減率也開始趨緩 所以他庫存調整進尾聲 驅動IC我認同 面板我說你要選擇賺錢值率很高 你還是要選驅動IC 譬如說聯勇 細創 但是你要選擇不衰退的 大概就是天獄 天獄16 17 明年16 17 整個聯勇今年很高 明年大概會衰退蠻多的 深化甲我就不知道了 深化甲 因為深化甲含很多 如果你的深化甲 是講到明年的元宇宙 元宇宙裡面要有一些感測元件 用到一些的PA 沒話講 但手機還是衰退 所以這個部分我不知道 遊戲卡不是會廢話 我在之前就講 今年裡面的平台 是不是有AMD NVIDIA 跟所謂的未來的Intel 本來就會遊戲卡 已經開始什麼 去做落底 可是遊戲卡未來裡面 會不會有挖礦機 不會 所以板卡很穩定 也就是說我剛才講的 驅動IC像天獄這種很穩定 技嘉 維新也很穩定 但是顯卡的部分會微幅的回升 但是你要它大賺錢 像以前一樣 有挖礦機的時候大賺錢 那倒也不會 可是這也代表什麼 某些的細製才會好 某些的板卡會好 某些的顯卡會好 也就是說從這樣的一個選擇上面 的確是如此 的確是如此 但是你的選股上面來講的話 就要注意 其他的領域仍然在探底 所以你這個是你在目前 它即將落底的過程 我們說落底 落底就是最差的時候 你可以去買 它有機會去迎向未來的主身段 在這個部分我就是跟大家講 你不要每一次都說 這個業績不好 因爲還在所謂的一個衰退 我就跟大家講 今年萬一支把2379銳譽講到多難聽 結果還不是早 因為人家有殖利率 人家是在低本一筆 驅動IC的部分也是如此 只是驅動IC你要選好 你不要選大幅衰退 而且是手機比重太高的 譬如說 我覺得敦泰手機比重就比較高 我沒有講兵團不好 因為它已經大幅打消庫存 那個利空也過去了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你自要去做一些的留意 台灣股市裡面來講 已經正在進行無稽之談的出身段 未來的主身段會銜接上去 所以投資朋友在這裡 你一定要有個鋼鐵心 我就問大家在這一波裡面 大家光是在這裡 上上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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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是幾百點 還不到1000點 你被扒了幾次而光 扒過來 扒過去 扒過來 扒過去 因為低 好害怕 低 我再等等看有沒有更低 高 看得更高 這就是一般投資朋友 你會犯的一個錯誤 不要一直讓 蘇家的一個哲學上面來講 不去做改變 你改變不了你的命運 我要跟大家講 你改變不了的命運 所以失去的在2023年 就是2021年失去的 應該說2022年 因為它是2021年的12月份開始 我就警告過大家 然後到2022年 然後到2023年 我就23年有個主身段的行情 現在裡面真的是 基本面最差的時機 但是是投資朋友 你做中長線裡面來講 對的時機點 我絕對不是一個死多頭 你看我節目很清楚 我覺得不是一個死多頭 最好就是跌 跌越多越好 我說低劑跌越多越好 就在等這個 所以我才會說你不要資金買滿 你資金買滿 你就會被他牽著鼻子走 你不買滿你就在等 趕快跌 趕快跌 你就是一個真正的一個贏家 所以你重點是在對的時機 基本面最差的時候 就是最好的投機時機 你將來主身段一來 你失去的過去都可以財富上面 都討回來 我們進一段廣告之後 再針對其他的一些的產業 來詳細的告訴大家 你好 歡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在這裡來講話 我覺得陸行之先生裡面 他終於講出一些 從基本面的角度上面是對的 剛剛已經講了說 最壞的四個行業 它是最早開始好轉 我就講說驅動IC 驅動IC跟面板上面是有關係的 稱話講我就不予置評 要看是什麼產業 遊戲卡的部分裡面 本來就是因為新的平台 另外一部分來講話 今年是足跡向下 明年是足跡往上 最壞的情況已過 你不現在買你要什麼時候 等到足跡往上再來追嗎 投資朋友用追的 並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們再談談我昨天再講 我昨天就已經講過 我說這個大盤有問題 是來自於什麼 其他的比重裡面有沒有看到 我說其他的比重 已經高達多少 電子的比重不到六成 其他比重快兩成 這一看就知道是低價的製藥個股 說低價的製藥個股 不是都賣到大陸 而且很多不是製藥股 很多人在這個過程中 你製藥去了解到 他過熱就會休息 今天的休息 你自己看1752的南光 休息了沒 休息了 4114的劍橋 也是上去下來 你昨天追高今天都還沒過高 所以我個人覺得我昨天就有講說 你看今天就很正常 電子到六成 這個就OK 但是你要自要知道 我說大船不會一天轉彎 但是低價的製藥個股 你自要去注意 你過度追高尤其在15倍以上 甚至追到20倍 你未來會付出一些代價 因為他們平常是沒有量的 那除了健健康康之外 我剛剛就講的漂漂亮亮 漂漂亮亮就很多 什麼醫美 像有時候有些人愛漂亮 什麼瞳孔放大片 醫美去做臉的 然後面膜的一堆 這個機器還很低 這個你自己去留意 吃喝玩手 我說吃喝台灣已經長過了 那你自己去注意玩耍的一些個股 那我們說這一檔個股 它未來到2024年 年複合成長率由25%到30% 請問明年裡面來講是衰退的 它可以成長這麼多 那你要不要去做留意 你自己去做留意 那更不用說 當南光不斷不斷的漲停板的時候 每一個市場上面都在講 可是不要忘記 還沒有漲之前12月6號 蘇方在這個節目裡面 甚至在友台的財經節目 30幾塊錢已經介紹南光 我也沒有在這邊跟你數 一根漲停板 兩根漲停板 我說數這樣子有什麼意思 數到這邊四根漲停板 有什麼意思 我只有告訴你這個以上 50塊錢以上你不要算我的 你要追你繼續追 我沒有預限 可是你自己要知道 你的風險性在哪裡 葡萄王的部分就是說 它是屬於健康 它跟藥有沒有關係 沒有 它是屬於健康食品 這個部分11月營收市創高 昨天的股價創高 今天創高之後 微幅拉回還是在這裡 另外一部分來講 博弈概念個股說 基本上 基本上它就是工業用的電腦 但工業用的電腦上面 以目前新街訂單跟它的產能全開 新街的訂單還大於產能的 而且本業比比較低的 那是8050的廣跡 廣跡昨天裡面高 現在還是在相對的高 這檔個股 我們的會都是賺錢的 你自己去做留意 應該是會有過高的一些的機會 我們說整個創意 是今年裡面很會漲的氣質財 因為它成長性很高 但是明年裡面來講的話 你就要注意市新 你看市新是不是今天大漲 漲幅比創意還大 創意的部分裡面 我們是在400塊錢就買了 這是你自己去做一些留意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來講 我說你要價值型的投資 什麼國劇 國劇今年EPS55塊 星星今年EPS19塊 正負1塊錢 這都是你可以去做一些 投資的好股票 更不用說中芯店 你看中芯店 我們之前在這邊跟大家講 你看漲這麼多 現在大家在講綠人 大家在講儲物人 我個人覺得 你如果在這個過程中 你要成為贏家 就是拿出你的望眼鏡 你要去看到未來 而不是到整道漲上來 大家人人喊好的時候 你在這邊很辛苦的 去幫人家抬轎 那一點意義都沒有 所以在這種過程之中 你要把過去2022年 失去的討回來 那你就是要用對的策略 選對的個股 每一階段的主流要去做掌握 跟上鼠方全新的投資組合 你就有機會成為2023年 主身段真正的最大的贏家 打電話進來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Linares 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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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X